第二個呢 什麼人應該懺悔 先看看這個罪相的判斷 好 我們一遍一遍 然人之過惡深重者亦有笑顏或心神昏色轉頭期望或無視而常煩惱 或獻君子而免然消極 或聞正若而不樂 或失惠而仁返怨 或夜夢顛倒 盛則望言失智 皆作孽之相也 苟一類死 急需奉發 捨就徒勳信物置物 好 那麼我們怎麼知道 我們身頭已經背負的重罪 要撐毀呢 這以下有六種情況 都必須要趕緊的利用時間 把這個罪判斷 或者你命中的時候就不吉祥了 這有六種 那麼這個是越後面越嚴重 先看第一個 火心神昏晒轉頭期望 這個人你經常覺得你那個心老是瘋瘋瘋頓頓的 就表示你那個明瞭性的外面 有一層罪液在遮住你了 因為這不正常 正常的人是明瞭性很強的 你就是覺得精神昏昏頓頓的 那個心事昏昏頓頓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無視而常起煩惱 這更嚴重了 你經常莫名其妙 躁動不安 那麼這個業力就比之前那個更嚴重了 它不但是遮蔽你 它已經有一種活動力開始活動了 因為這個罪也是躁動性的 善也是激進性的 第三個 負見精神而臉然消極 那麼你現在有得用的精神 應該要隨時站斷 結果你仿了心虛 那麼這個就是你罪液的第三種狀態 但是到這個時候呢 問題都還不大 都只是一個業力的問題 但如果這個時候你不懺悔 繼續再做下去 那就不是業力問題 就破壞三個了 前面三個是破壞增長罪液 這三種是罪液的增長相狀 四五六就是善根的傷害 第四 負聞正法而不歡喜 你聽到正法 你應該要歡喜讚嘆 結果你反而排斥 表示你已經是無常無會了 第四個 你的善根已經失掉了 第五個 獲失惠而仍返怨 你幫助別人應該得到賬美 結果人家反而傷害你 這個就是金剛軍說的 你在宏華或者在做義工 你本來是在照善事 結果反而產生很多的問題 那表示你過去一定有罪液 那麼這種情況就是好現象 重暴均受的第五個 當然這個地方也表示你的罪液要懺悔了 因為他善業跟罪液兩個互相的衝擊 他會先把罪液逼出來 第六個 最嚴重的 夜夢顛倒 妄言失事 這個人已經電三倒式了 那麼這個人根本談不上善根了 已經沒有辦法判對什麼是對 什麼是錯 什麼是功德相 什麼是過失相了 內心的關照善根 完全善事了 那麼以上六種都是罪孽之項 就是有重大罪液之項 那怎麼辦呢 苟一類死極其奮發 捨救徒心 保握時機運 好好懲悔 這個地方就是說什麼呢 因為這個造罪 他得主報先有一個種子的過程 但這個種子是沒有形象的 所以我們很難去看到內心的種子 到底我是不是有夜種子 你看不到 那怎麼辦呢 佛菩薩的智慧就是這個種子 當你有這個夜種子的 睡夜種子的時候 他有些征兆出來 我們知道三以易來風滿龍 你看到風吹 就知道明天要刮風了 一種征兆 那麼正常人的內心呢 在維世學上說 一個修行的內心有三種功德 修行人 你有修界定會 第一個 明了性很強 你的心平常是明了的 第二個 它是寂靜的 明了就是不暗頓 它是寂靜 它絕對不能照動 你平常沒有事在那個地方 你的心是寂靜的 安穩的 第三個是法喜的 它有一種淡淡的歡喜 它那個法喜不是外境的刺激而生的 你內心有一個法 練佛 持受 你至少會產生一種法的力量的歡喜 由內心生出來 它不是靠外境的刺激的 那麼前面的六種情況 跟這三種功德都不相應 它既不明了 也沒有寂靜 也沒有發喜 所以合理的推論 你那個明了的心 已經有罪業遮住了 有一片烏雲遮住了 要趕緊處理了 這是判斷這個懺悔的對象